复理乡民代表会9号持续进行乡镇总质询议程 而乡代表潘务本在质询时表示 复理乡公所在救灾的反应能力上必须加强 希望能够用最快的方式恢复道路畅通 减少民众的不便 乡代表潘务本在质询时表示 今年台风造成的南区的复理乡多处地方道路坍塌 乡公所虽有积极抢修 救灾的反应上还是稍嫌不足 而且乡公所都有与厂商签订灾害强险的开口期 希望乡公所在台风一级开舍后 要求厂商在荣誉坍塌地点附近就将抢修继续就位 就我们这一次我们除了918大地震之外 在海口与台风在这段时间 有两个地方几乎是断水断电的部分 包含电话都不能通 尤其是在吉哈赖的部分 在石厚沟整个部落的部分 每次我们在风灾的时候我发觉到就是说 我们发包的厂商包含它重机械 我们都已经开释到一级一级的警戒单位的时候 但是它的整个机械的部分并没有到位 我发觉到就是这个问题 反而就是说在我们在救灾的当中包含是路段 包含就是说一些要马上清衣的部分 就没有办法就是达到以最快的速度来去清衣 乡长江东城答复咨询表示 公所在抢灾过程确实有部分缺失 事后也有召开检讨会议 而至于抢灾抢险开口合约的部分 会以复数决标的方式来进行 所以我们今年 这个今年的部分的话 我们抢灾抢险的这个 包括规划设计顾问公司 这个有时候要设计规划公司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都是会找两复数决标 我们今年会采复数决标 所以我们到时候也会分南北两区 南北两区包括它的人力机械 刚才讲的人力机械 就能够应该是在应付上 还有效率上 速度上 可能就会有大幅度的一个改善 贪污本表示 任何灾害发生都是大家所不乐见 但要如何用最快抢灾抢险的方式 恢复道路畅通 希望相公所能够及早规划 记者刘明胜 副理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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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